马尔古福音 第十五章 一到清晨,司祭长、长老及经师和全体公益会商讨完毕,就把耶稣捆绑了,借送给比拉多。 比拉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司祭长控告他许多事。 比拉多又问他说, 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仍没有回答什么,以致比拉多大为惊异。 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 当时,有一个名叫巴拉巴的, 他是与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群众上去,要求照常给他们办理。 比拉多回答他们说,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 他原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才把耶稣借送来的。 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宁要给他们释放巴拉巴。 比拉多又向他们说, 那么对你们所称的犹太人君王,我可怎么办呢? 他们又喊说, 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对他们说, 他做了什么恶事? 他们越发喊说, 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 就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 把耶稣鞭打后, 交给他们, 定在十字架上。 兵士把耶稣带到庭院里面, 集总督府内, 把全队叫齐, 给耶稣穿上紫红袍, 编了一个瓷冠给他戴上, 开始向他致敬说, 呵呵, 犹太人的君王, 万岁! 然后, 用一根芦苇敲他的头, 向他吐唾沫, 屈膝朝拜他。 他们戏弄了耶稣之后, 就给他脱去紫红袍, 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然后带他出去,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有一个鸡勒奶人西满, 是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 他从田间来, 正路过那里, 他们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将耶稣带到哥尔哥达地方, 解说独楼的地方, 就拿墨药调和的酒给他喝, 耶稣却没有接受, 他们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并把他的衣服分开, 研究看谁得什么。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 正是第三时辰。 他的罪状牌上写的是, 犹太人的君王。 与他一起还钉了两个强盗, 一个在他右边, 一个在他左边。 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 他被列于叛逆之中。 路过的人都侮辱他, 摇着头说, 哇, 你这拆毁圣殿三天内重建起来的, 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救你自己吧。 同样, 司机长与经师也讥笑他, 彼此说, 他救了别人, 却救不了自己。 墨西亚, 以色列的君王, 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叫我们看了好相信。 连与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也辱骂他。 到了第六时辰, 遍地昏黑, 直到第九时辰, 在第九时辰, 耶稣大声呼号说, 厄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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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马, 撒巴黑塔地, 意思是,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 舍弃了我。 旁边站着的人中, 有的听见了, 就说, 看, 他呼唤厄里亚呢。 有一个人就跑过去, 把海绵浸满了醋, 绑在颅尾上, 递给他喝, 说, 等一等, 我们看, 是否厄里亚来将他卸下。 耶稣大喊一声, 就断了气, 圣所里的账卖, 从上到下, 分裂为二。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 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 就说, 这人真是天主子。 还有些妇女从远处观望, 其中有玛利亚玛达雷纳, 赐雅各伯和弱色的母亲玛利亚, 即撒罗默。 他们当耶稣在加里雷亚时, 就跟随了他, 服侍他, 还有许多别的与耶稣同上耶路撒冷来的妇女。 到了傍晚, 因为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 来了一个阿里玛特亚人若瑟, 他是一位显贵的一员, 也是期待天国的人。 他大胆地觐见彼拉多, 要求耶稣的遗体。 彼拉多惊议耶稣已经死了, 所以叫百夫长来, 问他耶稣是否已死。 既从百夫长口中得知了实情, 就把尸体赐给了若瑟, 若瑟买了链布, 把耶稣卸下来, 用链布裹好, 把他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 然后把一块石头滚到坟墓门口。 那时, 玛利亚·玛达勒娜和弱色的母亲玛利亚, 留心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 请看,请看,请看,请看。